妳要說 我要進去囉 妳不要囉 我要進去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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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比較好 語助詞妳可以 那換一個語助詞 妳換一個 換一個 我要進去 可以嗎 可不可以 我要檢查囉 不要叫她害羞 然後她後來照的過程中 她把那個螢幕轉過來 就跟我講說 妳哪些問題 哪些 哪些問題 其實被那次男生看完以後 我反而覺得男生 真的比女生的動作 溫柔很多 行家了吧 我告訴妳 真的 但是我跟她每人講 我怕這個年輕人看我 為什麼 自己會害羞 我進去我會 男生我會選擇年紀稍微大一點 因為我覺得 妳覺得哪一個看妳會比較自在 她應該是想 就是 除了這個年輕的 其他四個都OK 她長得帥也是她的罪嗎 沒有 女醫師她也不要 沒有 女醫師也要動作輕 這個事實上以前 我們在比較年輕當醫生的時候 第一個都會想要裝老一點 像現在我們是打領帶的 以前都還要打領帶 甚至於有的醫生還要留一點 有年輕的打領帶 對 對 那第二個呢 我們以前還有 有的醫生還習慣留一點點小鬍子 讓他看起來有一點點 比較成熟的感覺 陳醫師她真的是年輕人 頭髮都是很年輕 帥氣 所以陳醫師你會碰到真的 女性病患對你有抗拒的那種 還是特別受歡迎 也沒有特別受歡迎 可是 可是很奇怪耶 就是來看我的病人啊 他們就是第一次就直接排刀了 我就覺得奇怪 不是說年輕的會比較 不受到他們信任嗎 對啊 我就很想問他們是 就排開刀就對了 對 一般不是都會多看幾個這樣 對啊 所以你沒有這方面的困擾就對了 還好 還好 但楊醫師真的是女醫師 他們都會懷疑說 是不是跟男生比起來比較不溫柔 我覺得不會耶 這應該是看個人 對 那我覺得女醫師還是有先天的優勢 就像他這樣講 因為其實聽到聲音 你只要聽到男生的聲音 你就緊張了 這個房間裡面有時候只要聽到 你腳開開 在哪裡有一隻蚊子飛過去 你都超緊張 所以有男生的聲音會更緊張 即便我是女生 有時候病人他還會說 醫生我可以戴耳機聽音樂嗎 你要做什麼 都不要跟我講 就自己一直檢查 也是會有這樣子 很緊張很緊張的病人 對 還有一位醫師 李醫師 你也遇過這種病人那個很緊張的嗎 當然有 而且有時候遇到 兩極化的病人 比方說 有病人從來沒做過內診 那跟他說要上檢查台 那我們進去以後 發現他連內褲都沒有脫下來 有 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內診 他有遇過一個很誇張的 跟他說要內診一個 三十幾歲的一個媽媽 進去以後他說 全部脫光光 好可憐 好可憐 檢查台 天啊 怎麼辦 你要請他先上場嗎 對啊 我們跟護理師進去的時候 一看也很傻眼說 互趕互趕互趕 有沒有遇到那種陰道精卵的 完全沒辦法內診的 這個我有遇過 你有遇過嗎 對 那好慘 這個滿辛苦的 但是他有時候會三年 結婚了三年都沒辦法受孕 一直在看醫生 一直在看醫生 那因為現在這個疾病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靈藥 當然是有一些治療方法 那甚至有的人他會自己去買那個 假的人工的一些輔助品 來做測試 這個台灣還沒有賣 都還要去國外 特別幫這些病人訂製 對 這滿辛苦的 這個很辛苦 我聽過那個 有一個性治療師 他就有接過這樣的案子 那個女生結婚七年了 因為沒辦法做 而且老公還等了他七年耶 所以其實也還滿感人的 可是他真的覺得 這一次也非常困擾 所以他也是求助無門 就像你說的 跟沒有藥 然後他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呢 於是他就去找那性治療師 一去就跟他講說 你給我上麻藥 你幫我打昏 你幫我用鐵鏈綁住 你就是想辦法把我戳開 對 你剛才講到這樣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 他是完全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 對 但他不是單純戳開就可以解決 對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那性治療師說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幫你做 可是也做了很多 其他的那個治療 那問一下 有沒有藝人怕被認出來 你們怕被認出來嗎 我當然 一開始其實沒有很怕 就想說因為我本名跟藝名 是不一樣的 所以想說我戴個口罩進去 因為他喊名字的時候 是喊本名 應該也不能認得 然後結果我就很順利地看完整 本名不叫張艾亞 對 我本名不是張艾亞 這講了不叫他 講了不叫他 講了不叫他 對 下次就知道 然後反正我就戴著口罩 然後就在那個櫃檯要結帳幹嘛的時候 那個護士我就一直講 我就問他說 因為我一開始都不說話 因為我聲音太好認 我就不敢講 然後到櫃檯的時候我就說 請問我的多少錢 就是要結帳還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突然抬頭看 我說你是那個張艾亞嗎 然後我就這樣 他就開始跟我聊我的病例 就說我跟你講你這個問題啊 就是你回去就是要塞藥啊 然後幹嘛幹嘛 然後就講一串 然後所有在外面的人 就這樣看著我 我想說 就所有人就這樣看著我 因為那我凡之前尿道嚴 就是要有不舒服嘛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巨細咪 我知道他很熱情 那個櫃檯小姐 然後開始跟我說 你回去了保養啊 就是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我就是整個臉羞紅的 離開那個婦產科 真的很尷尬 而且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多說你兩顆要讓你塞 傻屁什麼 他有講說我真的喜歡你 他說你回去要小心喔 然後什麼 還有在外面上廁所說不要坐 就是他講得很細這樣 熱情 很熱情 不是很好嗎 是很好 可是所有人都在看 而且他會有人細細說 他是誰啊 然後他在幹嘛 就是會有很多這種笑聲 楊羽妮呢 為什麼 我是比較怕 因為我生過孩子了嘛 所以下半身還好 但是我真的很怕 他上半身的腹科 這麼特別 因為我之前 因為有宣導 就是每一年都要去做 那個胸部的超音波或觸診 那我去年就做全身的健康檢查裡面 就有腹科 然後就是在做胸部觸診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個女醫生跟你面對面 然後 因為你做那個內診 他也有個布連把你隔起來 你可以選擇 不要看醫生的臉 可是那個胸部的觸診 你就是沒有東西隔 你就是要跟他臉 對 而且他會跟你聊很細 然後女生 對啊 女生一直摸你的胸部 後來就真的 就我左邊的乳房有一顆 就疑似什麼纖維瘤什麼 就是有腫塊 然後摸完就算了 他還說你好像疑似有腫塊 你等我一下 我叫我們主任再進來摸一下 所以我就裸著上半身 又等另外一個醫生 又從頭到尾又摸一遍 摸完之後還要再做超音波 然後我就覺得好尷尬 好尷尬 你就整個上半身就等著 讓人家一直 其實後來檢查結果 真的是有一個兩公分的腫塊 然後醫生就說 你過半年再回來追蹤 我到現在已經超過半年 我想到那個畫面 我都還不敢回去了 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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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這樣子 你要不要現在幫你處理一下 女醫生呢 女醫生在這裡 我說楊羽妮 雖然觸診讓人很害羞 但後續尊重檢查 是絕對不可以少的喔 去的 去的 我先來自抓